你是否看过很多网红模仿一只袋鼠养着头 双爪在胸前转圈圈 火爆全网的短视频 袋鼠窑被一名叫管晨晨的运动员带到了奥运会上 在全世界面前在平衡路上高规格的完成袋鼠窑 被网友称为最美袋鼠窑 出生于2004年9月25号的管晨晨 刚刚度过自己18岁的生日 6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了仙桃的李小双体操学校 学习和训练 8岁被送到浙江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操系 2017年入选国家队 从2020年9月到2021年8月期间 先后获得全国锦标赛东京奥运会选拔赛 和东京奥运会的平衡目冠军 管晨晨的成名除了奥运冠军的头衔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网络的力量 东京奥运会体操平衡目的决赛当中 他就凭借着这套戴鼠窑的动作 征服了场边的裁判和观众 他的勇敢和自信也得到了认可 网络的传播力量是巨大的 一瞬间他成为了网红 然而管晨晨被批评不自律同样是源于网络 今年流行一个名叫叶问敦的动作 他考验的是人的平衡能力 这对于出身平衡目的管晨晨来说 那当然是小菜一碟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没有使用美颜 网络上展现了一个最真实的自我 结果呢腿有点粗 圆人的脸蛋都被暴露出来了 从戴鼠窑到叶问敦 管晨晨呢很多人说他发福了 这就导致了很多人批评他不自律 其实啊按照人的生长规律 十七八岁是生长最快的时候 特别是女孩子 女大十八遍嘛 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可以理解的 我十八岁的时候源源的婴儿飞 今年四月作为奥运冠军的管晨晨 被保送到浙江大学学习了 8月22号他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浙江大学 新生报道 同时呢就有网友也发现了 他把个人的社交账号简介改成了前中国国家体操运动员 给人的第一印象他退役了 此前呢他在采访中也公开透露 自己会本硕连读 能够进入一所知名的985大学 深造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 对于管晨晨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我们应该祝福他 还有啊 我觉得胖一点青春期婴儿肥 本身就是很正常 也很可爱 我也是 我从青春期一直胖到现在 大家不都亲切的叫我胖威吗 自信会让你更美丽 加油哦 可爱的管晨晨